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观众们 奉献给我们的支持者们 这位网友他的问题是说 作为会员以后他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会员的专属频道是什么 会员的专属频道是这样 是YouTube新开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加入了会员了 那我们有一些视频 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频放在公开的频道 过去都是公开的频道 如果我们放在公开的频道 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 所有人也可以发言的 但是呢 当这个会员频道开了以后呢 如果我们把制作的某一个视频 比如说制作的一些花絮 一些平时我们一些开玩笑的事情 一些不想太公开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频 放在我们的会员频道里边 那只有会员可以看到 而外界是完全看不到的 这个就是会员频道 或者我们有一些通知 我们有一些未来想做哪一些话题 同时我们将来呢 想邀请一些嘉宾能够加入我们的讨论 也就是说我们或者开通一个语音 第一时间的 或者是开通一个视频第一时间的 然后你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 参与到我们这个栏目当中 作为嘉宾也好 作为观众也好 作为现场一个互动也好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样呢 我们这些将对我们的会员是开放的 所以也就是YouTube频道 它是要求当你开通了会员频道以后 它是一种信任 是一种愿望 是对我们的一种支持 所以我们呢 一定要回馈给他们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督促我们把节目办得更好 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所以会员频道呢 就是如果我们忘了放 那只有会员能看得到 现在我们只忘了放了一个 我们还在试验 在试用阶段 因为对这个功能 我们也不是特别的熟悉 所以我们在试用 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就不断的去改善 我们的栏目 这是关于会员频道 只有你们能看得见 第二个问题呢 它是说关于直播 就是当会员频道建立了以后 我们可以在会员频道里边 开一些直播 那在开直播的时候呢 别人也是看不见的 也是我们只跟会员之间有直播 但是目前我们这个直播 还没有开通 一个是我们的会员还不够多 另外一个因为这个直播有一个难度在哪呢 主要是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栏目呢 是向全世界播出的 我们可以看到每天跟踪我们的栏目的 看我们栏目的什么地方的人都有 有美国的 有加拿大的 有台湾的 有香港的 有新加坡的 有马来西亚的 有澳大利亚的 也有欧洲那边的 所以整个这个地球上 都有人在看我们 他们在不同时间段 不同的时间段在看 因此直播的功能呢 如果只是本地的节目 像过去那个电视台呀 每天晚上八点钟播出 那个时候它只固定在那个时间 那是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直播可能目前暂时还觉得有问题 我们不知道把这个直播的时间放在什么时间 当我们是白天的时候呢 亚洲可能是晚上 欧洲可能又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直播现在暂时还没有完全的考虑好 我们现在呢 只设定了一个首播时间 那现在我们设定首播时间呢 是设定在我们的闹钟 我们那个表啊 是以美国的加州洛杉矶时间为准 所以我们在洛杉矶时间设定的是 每天晚上的五点钟 那在台湾呢 就是早晨的八点钟 如果我们设定晚上六点钟 那就是台湾的九点钟 所以在这个试播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想看一看到底哪一个时间 更适合一些 更合理一些 也就是让这个整个亚洲和美洲 他们都在这个时间段 没有什么很困扰 都是有方便的时间来观看 这样我们再考虑这个叫首播时间 所以目前的首播时间 如果在美国的话 在北美的话 就是晚上五点钟 如果是在亚洲地区 像香港 台湾 在那边的话 他们是用的是亚洲时间 应该是在早晨的八点钟 取决于那个国家 或者北美 有没有冬令时和夏令时 如果冬令时夏令时的话 它会有一个小时的差距 如果没有冬令时夏令时的话 我们目前这样设的 如果某一个地区 如果您觉得 您希望我们时间做一个首播时间 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动呢 您可以发信息给我们 给我们的话 我们会看到底有多少比例 到时有多少人群 他们认为这个时间比较适合他们 我们会做一个改进 所以我们的栏目呢 现在在逐渐逐渐在完善 在做一些更改 在这个更改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听取一些 观众的来信 观众的意见 每天的信息也很多 大家愿意发言 但是呢 太多了以后我们看不过来 所以我们的回复 一般都非常简单 有些网友说 你就两个字三个字 对我们没有办法看太多 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回复 所以大概 我们就做一个礼貌性的回复 当然如果作为会员的话 就不一样了 会员呢 也就是按照YouTube的要求呢 我们一定要给会员 反馈一些不一样的权利 那我们会员呢 如果能加入到我们的line里边呢 我们会单独设一个 会员的一个群 这个会员的群 在这里边 所有的发言 我们都会在24小时之内处理 我们一定要优先处理 会员们的发言 会员们的建议 另外呢 我们将来有一些 线上讨论或者我们有一些 邀请嘉宾 我们将透过line这个群组来邀请 因为这line里边可以有语音直接 也可以有视频直接 也可以发文字 速度我们就会比较快一些 就不会像之前有网友说 给你发了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了 好像都没有回复 那个抱歉 可能确实有这样的 就是看过了以后 没有及时回复大家 所以表示非常的抱歉 因此我们会员的频道呢 这样设定的 另外呢 YouTube也有要求 就是说给会员的福利呢 要逐渐逐渐改善 要逐渐逐渐完善 我们也会考虑一些新的福利 把它放在会员区里边 比方说纪念品等等 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边去做 所以我们正在设计和试播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好的建议 随时下我们提出来 我们都会认真考虑的 下一个话题呢 就是这两天我看到台湾的新闻 尤其是某某电视台 绿营的新闻 现在对蔡英文呢 就是开始造神了 哎呦 把蔡英文说呢 就跟当年比夸当年 蒋介石还厉害呀 比夸现在金正恩还伟大呀 就哇 蔡英文不行了 现在前就是上帝造的神了 把这个整个蔡英文呢 美化 美化成一塌糊涂 好像就是一个 或伟大的一个领袖啊 这个东西 家伙厉害呀 为什么那么厉害呢 理由他们就说 你看我们台湾的疫情 做得多么多么好 我们现在的数量 比如说我们死亡的数量 我们被感染的数量 如何如何的低 他们主要是 以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说 蔡英文 哎呀 伟大光荣正确的蔡主席啊 伟大光荣正确的蔡总统啊 简直是不得了了 现在捧的 这个怎么就跟 五十年代四十年代 捧那个毛泽东啊 捧蒋介石啊 包括现在的捧金正恩啊 当年捧什么古巴的卡斯特罗啊 或者当年什么 前苏联的那些领导啊 哎呦 那个词翻遍了字典 去捧这个人 蔡英文现在玩这个东西了 这个民进党也是 这种比较肉麻的字呢 全都蹦出来的在台湾 似乎让我们看到 把人拉回到 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甚至六十年代那个地方了 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已经是两千二零年了 已经过去了很久了 所以现在台湾 也在玩这个东西 显然蔡英文这个政府 在模仿什么呢 在模仿金日成那个年代的 一个独裁社会 关于这个事情呢 我看完以后呢 我是这样 本来这个病毒疫情的事情呢 不适合我们这样的 外行人说太多 我呢一直也是在关注 关注呢也是在研究 有些话呢 由于采现了还不能多说 现在这个情况啊 但是就台湾这个事情呢 我就发表一点 比较浅薄的观点吧 这个未必是正确 但是呢 是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 我把其中的一部分观点 拿出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对不对 你们去讲 我们之前我们看啊 在这个肺炎 肺炎这个疫情呢 最早爆发呢 这个话题挑出来 是从武汉肺炎这挑出来的 武汉肺炎在去年的年底 今年的年初就开始爆发了 为什么突然爆发呢 也就是看到一些医学报告 当武汉肺炎刚出来的时候呢 医学界他们把它也误认为是 普通的肺炎 也就是普通的感冒 在这种情况下 他并没有对外宣传说是什么什么 也并没有采取一定的措施 去做什么 比方说隔离也好 怎么样 完全没有 但是很快这个事情爆发出来的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这东西动不动就死人 因为普通的感冒也好 如果普通的流感 或者普通的肺炎 普通的咳嗽 这个不至于那么多人去死亡 而且死亡没有那么快 所以他们才突然的发现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肺炎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可能是一个病毒 这个时候呢 再把这个话挑出来 当这个话挑出来的时候呢 实际上已经到了一月份了 那个时候因为它扩散了 一旦扩散以后呢 就已经收不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武汉肺炎就整个的话题 就爆出来了 让全世界都觉得 哎 中国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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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出现这个话题了 当这个话题出来以后呢 其实在外边就有很多的舆论 在放一种消息 就是华人要怎么怎么着 那在美国也好 在有些国家也好 就出现了大家开始 华人要武装起来 要买枪 要买武器 出现很多这样的话题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呢 也出现过一次社会的危机 当社会危机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 他们就来打砸抢 他们打砸抢 抢谁呢 抢亚裔 抢华人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案件就是说 他们去抢 他们是看的是亚裔 他们他们不懂 那是一个韩国人的社区 因为韩国人的社区 他脸的长相 和中国人没有区别 外国人看不出来 我们要不仔细看 也不见得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 这个韩国人这个社区呢 他们是有枪的 他们是有武器的 因为当这帮人去 打砸抢韩国人社区的时候 警察是不见 没有 是不在的 所以这个韩国人社区呢 一看有抢东西来了 他们拿起枪 就直接就打了 这种情况下呢 就保护了那个社区 最后没有被抢成 所以有这样的案件发生 当这个武汉肺炎 这个话题突然爆出来以后呢 其实在很多西方国家 就有一种说法 包括在加拿大 有一份报纸 在头版头条 然后就登了一个照片 那个照片是一个病毒的照片 署名这就叫中国病毒 这一说中国病毒以后呢 当地就有很多的当地人 就在看中国人 华人那个眼光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变了 你就感觉已经相当不友好了 尽管这些中国人 这些华人在海外 他是无辜的 他其实跟这个武汉肺炎 是一点都不招边的 但是在西方的国家 他到一看到你这个面孔 再加上这么一个宣传在里面 所以对当地的华人 就非常的不友好 所以从美国开始 华人就开始武装起来 枪电的生意 比平时增大了十倍 平时卖一支枪 今天卖十支枪 很多枪电的生意 前不久他们朋友来找我 就说哎呦 枪电天天人满 天天满满的 里边都挤得不得了 每人出来的一箱 一箱子弹搬着 枪都买着 为什么呢 就怕在这个 一个社会危机的时候呢 可能社会发生一些动荡 而这些动荡 当这个动荡发生的时候呢 没有人管 没有人制止 所以怎么样呢 就自己武装起来 自己靠自己 所以当时整个全世界 目光都对准了中国的武汉 认为怎么怎么样 有很多的说法出来 但是呢 在这之后呢 紧接着又有另外一个声音 就出来了 这个声音就是说 中国和美国之间 两个就开始说话了 中国说在你美国 在你去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你也有一个流感 你那个流感呢 其实不是流感 你那个流感 其实就是中毒了 后来有一些美国的媒体 也就这个问题 也承认说 部分流感不属于流感 部分流感属于病毒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家有一个亲戚 在加州的 他呢 就中毒了 而且他那个症状 描述起来 那个症状真的就 不是普通的流感 在这我就不多说了 当然现在他治好了 他没死 他活着了 他活下来了 那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美国发生流感的时候 中国就说 你是在我之前 由于你在我之前 所以呢 中国就说 我这个武汉病毒呢 是你带给我的 那美国就说呢 你中国病毒 你感染了我们美国 所以这两方就开始 就政治口水战就开始 我们整个看这个 走过来这些新闻 但是我们看 我们看他这个病毒 每一个国家呢 现在紧接着各个国家 就呼的一下 全都中毒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每个国家 中病毒呢 有一个原因 我们总是想要问 就你这个国家 你那个零号病人 也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发病那个人 是谁 而第一个发病那个人 他是从哪来的 这个是我们 一直在关心的一个话题 因为这是一个病源嘛 现在他是个感染源 感染源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 传播的一个这个种子 我这个种子 投在你这儿了 才能传播出去 而这个传播种子 是什么呢 是人 对吗 所以那我们就看 这个感染源是怎么来的 武汉那个地方不用说了 美国地方也不用说了 先不说这两个国家 我们先说别的 我们就说这个 意大利 比较严重的这个国家 意大利一个比较严重的国家 但是突然爆发 或者突然爆发 也就是他吃钱 他没有意识 也没有任何的防范 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会多么的严重 所以当他突然爆发的时候呢 紧接着就是 整个社会就陷入一种 混乱状态 医疗混乱状态 我们看一下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 关于意大利出现这个 零号病人 我不能确定这个资料 是不是完全准确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 不止一个地方 有提到这个 意大利这个零号病人呢 这个人是从中国过去的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 意大利这个病人 可能是由中国 某些旅行团 他们旅行过去 带到了意大利 然后在意大利那扩散 对吧 那也就是说 这个病源呢 不是发自于意大利本土 意大利本土 他没有这样的人 意大利本土 他也没有 批复实验室 所以这是一个意大利 那英国从哪来的呢 英国现在就这个话题呢 他始终闷着不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两个国家 闷着不说呢 一个是加拿大 他闷着不说 一个是英国 他闷着不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国家 加拿大的总理的太太 总理的老婆被感染了 而英国呢 王室被感染了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他就没有办法 他就不会告诉你 我的感染源 从哪来的 因为这个 这肯定不是中国人 在感染 因为英国的皇室 他不可能见一个中国人 到那去握握手 加拿大总理这个老婆 之前只有一个消息 回来再也不说了 说他去那趟英国 那也就是说 很可能是从英国感染的 但是感染源 零号病人 或者一号病人是谁 到现在我没有看出来 是不是在欧洲那个地方 是不是在中国过去的 是不是从美国过去的 这个完全不知道 完全这个信息被封起来了 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美国的病毒呢 是从意大利跑到美国的 这个从时间上来说 有一点对不上 有点对不上 因为如果美国 他近期的事件爆发 确实是在意大利之后 那有人从意大利到美国 因为这个国际 旅行之间的 完全都在走 所以你根本就不能判别 到底是 是意大利来的人来到美国 还是中国人来到了美国 还是印度人来到美国 这个完全判断不了 他只是从时间上推断说 武汉爆发了 意大利爆发了 美国爆发了 加拿大爆发了 他只是从时间这么推的 但是从加拿大这个国家呢 他封掉了美加边境以后 那他是认为 很多的案例 这些人 这个不管是零号 一号也好 这些人是从美国入境的 也就是说从加拿大来看呢 他首先先封的是美加边境 然后呢才封的这个 就是其他的国家 说不能旅游 不能来了 我只能自个儿的公民 回到加拿大了 所以他这个传播 这个走向呢 其实一直是在围绕着 到底你这个人 是从哪走过来的 对吗 他是这样一种 如果你这个国家 你没有P4实验室的话 那你这个国家被感染的 一定是有人给你带进来了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理论分析的话 我们说为什么台湾那个地方 它的案例比较少 至少它公布出来的比较少 那我们也看了有一些报道 有一些专家的评论 有一种理论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其实去年 在2019年 中国单方面关掉了 去台湾的旅行了 对吗 这个还记得吧 我不让大陆人到那旅游去 不许去 至少旅行团没有 个别的自由行 可能有几个 这个大门一关以后 其实在中国和台湾之间 在大陆和台湾之间 其实已经封国了 已经封了 没有 他这种没有呢 他是不知道 跟这个病毒 其实是一点关系没有 他应该属于政治方面的一种封关 不让你去 由于这个动作一做以后 其实大陆人在那段时间 就很少有去台湾的 他们旅游都改了 我记得去年还做了一个节目呢 就是我们本来想去台湾 不去了 所以由于人根本没有什么流动 那导致在台湾这个地方呢 感染源机会就降低 如果我们换一种设想 如果去年中国没有关掉 中国公民去台湾的旅游 那每年从中国去台湾旅游的 那个数量 在马英九时代 或者在民进党那个初期时代 那个数量都是以百万计算的 如果有从武汉去个两个旅行团过去 那台湾今天是现在这个状态吗 你比如说高雄 高雄呢 刚才我看了一个报道 还是说高雄现在 它那个感染率很低很低 为什么高雄很低很低 本身高雄它就不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本身就算去台湾旅行的人 旅游的人 首先先在台北那个地方 以台北为主 高雄去的很少很少 当这个蔡英文这个总统选完了以后 你看大陆有旅行团去高雄吗 几乎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在高雄那个地方 它外来的人口比较少 它也没有像桃园机场那样 这种国际的大的空港 所以呢 这种病毒往里带进去的可能性呢 相对就比较少一些 那这个比较少一些 是它这种社会 就没有人口流动的原因 你包括在美国的很多小城市 在北美的很多小镇上 几乎没有 在中国的一些小城市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 他们生活在小城市 三线城市 现在都已经在上班了 也是几乎没有 没有 个别有一点点感冒 但死亡的人数没听说 零增长 这个就跟什么 就跟人的流动有关系 今天台湾这个地区 它的感染源 它的感染的病例比较少 并非是菜如何如何的伟大 它自己还在放毒呢 它怎么是伟大呢 是因为 首先这个 在中国的感染源 中国单方面就给你疯了 去年一年就根本就不过来人 所以才导致了这个人比较少 二一个 像曾淼洪先生说的 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检测方法 我觉得或许也是值得参考 就是检测的手段 标准不一样 爆出来的人数就不一样 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再有呢 昨天我又看了另外的一个报道 也就是说 现在统计 各个国家统计 数字 哎呀几十万 这些数字呢 变来变去 但是呢 由于在科学家的一个分析里边呢 就是 你到底检测的标准是什么 来定义这个 它是不是发病了 你比方说在美国 你要检测的话 你要花钱呢 它给不给你检测 这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呢 像有些人说的 检测什么地方 检测的方法是什么 是从胸里边取一个弹出来 还是在喉咙里边取一个弹出来 还是在鼻腔里边取一点弹出来 这种方法的不一样呢 也导致了你对一个病情的判断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所以 现在呢 有一种新的说法 就是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就是 现在不要看它 确诊案例有多少 因为确诊是你自己确诊的 不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平台确诊的 现在我们看看 各个国家因为这个事情 死亡的案例是多少 这个有一点代表性 有一点参考 如果它零死亡 那说明它有人生病 但是呢 它并不去死亡 那说明这个程度的可能并不是很深 如果死亡人数多 那就说明这个感染的力度比较大一些 比较深一些 因此我觉得 有一些数据分析呢 我们只是说 作为一个外行评论家 我们没有办法下定论 但是我们能看出一个趋向 回到台湾这个地方 就是 大陆那边 它几乎是 去年一直是关着门的 人根本不过来的 其实 这个东西 无形当中 保护了台湾这块地方 台湾人民 跟大陆那边 它没有接触 这个病源 几乎就没有带过去 这个是我觉得 是主要原因之一 而并不是 蔡政府 如何如何的英明 如何如何的卫生部长 如何如何的棒 不是这样 如何如何的苏貞昌 如何如何棒 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不要把这个东西呢 作为一种政治操作 现在呢 民进党呢 又把这疫情呢 又作为政治操作了 操作什么呢 操作出来 再来个捧蔡英文 哇 伟大的 不得了的人物了 现在这是 肉麻的词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又走到 另外一个极端了 不要去塑造像北朝鲜 这样的一个领袖人物 不要去塑造一个蔡正恩 这个都是不科学的 这都是比较愚昧的做法 愚弄人民的做法 所以台湾很多 这两天电视台 有这样一个趋向 比较明显 所以我觉得呢 说两句 我们片面的观点 我们不见得正确 但是我们是这样看过去的 原因可能是这个 并不是那个 起码绝对不是 民进党所造的那个神 这个肯定不是 那是一骗子 骗子能干出好事吗 不可能的事情 骗子能管老百姓的事情吗 不可能的事情 就好比现在 他的政策都不一样 从美国回来 台湾人就怎么怎么着 从大陆回来的人 就怎么怎么着 这是一个好领导做法吗 一个老百姓 你管的从哪来呢 他都是你老百姓呢 凭什么从大陆来人 就受到那样的待遇 凭什么从美国来人 就这样待遇 你这显然不是一个 正常领导应该做的事情吗 显然是拿医疗 拿病情做政治操作 他们一直都在做政治操作 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政府 不值得某某电视台 那么吹捧他 把他捧成像金日成大元帅 那么的伟大 不是那么回事 好 以上是我们一点片片的观点 未必正确 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